前几天有小粉红穿着以前中共解放军的军装 去杭州游玩 结果被一堆小粉红给举报了 甚至叫来警察 说这个穿着军装的小粉红啊 竟敢穿着日军的服装简直大逆不道 他明明穿的是你们解放军1965年的服装 然后你说他是日军 最近网上播出有一个热搜码 说杭州西湖一名男子穿日式军装 被警察抓了 我就是那名当事人 我就是那名男子 我做这个视频 就给大家澄清一下 先给大家看一下这套军装 从这面很容易分辨 它就是麦尔曾尼的六五士 本人做个声明 本人是一位爱党爱国爱人民 了解党史国情的一位 反正不能吃汉奸就对了 不能吃日本人的走狗就对了 给心看待 你先看到我是毛主席的好战士 哈啰大家好我是巴九 昨天中国的厦门发生了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两名14岁的小网红啊 在路边直播 结果一名小粉红拿着需要实名制购买的刀啊 从后方偷袭不讲武德 导致一名男生的左手不翼而飞 细节我就不说了 而搞笑的地方就是 一开始非常多中国网友认为这是演戏 毕竟中国这么安全嘛 如果不是直播所见 党不让你知道就不让你知道 大唐不夜城还有公安直接到你家进驻 多么安全啊 那这个送医的画面我也看了 事实证明并不是在演戏 而为什么这么多中国网友一开始会认为在演戏呢 其实不难理解 人们通常判断一个事物都是以自身的经验去判断对吧 而在中国的路上就遇到一堆碰瓷的啊 买生鲜肉品还有这个鲜鱼的时候 他都给你加重那个棒数都不对 而且不对到非常夸张 这个非常多的中国网红啊 在中国的各地都有拍这类的节目 但都被针对甚至有些被封杀 连他们的党中央都在演戏 这三年大家应该看过不少吧 什么垃圾车运漏啊 什么人墙传递食物啊 故意不用推车 拿15%要感谢共产党 给鬼做核酸 给大酸做核酸 总之还有非常多啦 所以为什么小粉红总是说别人造假或是演员 因为他们自己生活的环境就是如此 比如说上次我不是跟一个在厦门外商公司上班的小粉红直播吗 那我就看到不少的小粉红说 他是我请的演员啦 他是台湾人 你们就是这样啊 总爱切割自己人 结果换到自己要上的时候呢 又被其他新的小粉红说 欸你是演员 真的是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太暖心了 而另外一派的中国网友甚至在直播中大喊 S他啦 S的好啊 笑死了太赞啦 还有人出售他被S的影片一条卖两块 看到这个我不禁觉得不仅仅是乱S的那个人可怕 这群喊打喊S的网友也还蛮可怕的齁 其实这一类人在中国就是如此 比如说他们自己生活中遇到任何不满的事情啊 他们就会找机会宣泄在别人身上 所以我们也能理解为什么他们常喊出要S台湾呢 要打台湾呢 甚至自己同胞遇难的时候也是拍手叫好 而现在的小粉红啊 是非不分的情况也日益严重 最近不是很夯举报 疑似侮辱解放军运动嘛 前几天的佛山美术馆里面的几幅画 被小粉红给举报了 带大家来看一下 佛山盛德区某美术馆内发现出很多疑似辱军的画作 军人的画都非常的浮夸 比如说嘴巴非常的大 笑容有些诡异 每个画作皆是如此 让人觉得是故意的 那这个画作的作者叫做月明君 他现在被上纲上线到丑化解放军 那现在要被告这个触犯应列法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邱明君 他其实他的画风就是如此 他的很多作品都是以这样的形式去表现的 这是他的个人特色 那小粉红就会说这是如华 比如说今天假使毕卡索还活在这个世界上 那他如果今天画了解放军 那你们是不是要说他辱华了 他在侮辱解放军呢 你们小粉红总是对别人充满敌意 所以你们看别人都是充满敌意的 我们可以看到齁 看了图片我认为他是故意 丑化人民解放军警察的 这很明显是丑化的脸庞 不知道怎么批审通过的 如果没有穿这些标识性的衣服 可能还没有问题 还有帽子的国徽图片 都给了一个暗示 所以我说小粉红乃至全中国 大部分人都缺乏幽默感 所以为什么脱口秀在中国 这么多人被封杀 像是类似的画作啊 在法国也有出现 在美国也有出现 甚至是侮辱所谓的拜登跟川普 还有他们的法国总统 这种图片或是这种模型都有出现过 那请问这些人怎么样了吗? 没有嘛 即便真的是侮辱解放军又怎么样 即便啊 更何况人家又没有 而说句实在话 任何你们只要想举报的人事物啊 通通都有机会给你们列举出来 之前有人做了一个 一年365天天天的乳华清单 所以其实你们天天都在乳华 不然我随便举个例子 5月24号什么日子呢? 2020年啊 圣上他爸习仲勋逝世的日子就在今天 你们去网路上说 5月24号是个非常糟心的日子 你就打这句就好啦 然后你at共青团 at人民日报 at一堆小粉红的大V博主账号 你看会如何 中国这片土地 为什么自从春秋战国之后 也就是秦大一统之后 大部分的时间 都没有多元的学术思想 还有这个摩擦碰撞 在现今的社会上 也无任何科技发展或是启蒙 来自中国这片土地 因为大一统思想扼杀了很多创作 以及创新的道路 你看讲个脱口秀就被沿上 你看画一个画 就被人家说是在如解放群 你要中国怎么 去往创作跟创新的道路去发展 通通都是样板系 不然就是抄袭山寨 我随便举一个例子 前几年你们中国有一个很红的连续剧吧 我忘记名字叫什么了 剧情是 两个非常要好的男同学 对吧 但他们里面的关系就是好朋友 但事实上大家都看得出来 你就不是在拍好朋友嘛 但中国的社会价值跟中国的法律 不允许你拍两个同性相恋 然后甚至可以谈到 是不是该立法的连续剧不能拍出来 但事实上如果今天中国有自由创作的空间 还需要拍的这么便扭吗 前几天有小粉红穿着以前中共解放军的军装 去杭州游玩 结果被一堆小粉红给举报了 甚至叫来警察 说这个穿着军装的小粉红啊 竟敢穿着日军的服装 简直大逆不道 他明明穿的是你们解放军1965年的服装 然后你说他是日军 这也不怪了 这也不奇怪了 因为其实早年的国军啊 还有早年的共军的服装啊 很多都是参考日军的 所以有点相似这也很正常嘛 所以我就说了 小粉红根本不在意你卤不辱华 他们只在意能不能找到借口 从你身上发泄情绪 说句实话 即便是穿日军服装又如何 中共国法律有没有写不能穿 你给我找一条不能穿的法律 但是你们一样可以用口袋罪办他啊 对不对 在中国根本就没有法律 就是领导的看法 最扯的就是 中国现在一堆小粉红的自媒体 开始在造谣 带大家来看一下这段影片 五一假期期间 一位来杭州西湖游玩的小伙子呀 穿着日本入侵中国式的军装 招摇过世 游客见到纷纷议论啊 但还有人报警 但巡警啊 接到电话后呢 前来询问 警察呀虽然无权干涉他人的衣着 但是小伙子的衣着打扮呢 引起了人们的反感 也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 在西湖这样的世界著名景点 穿日本军服 于情于理都不合适 何况天气炎热 那穿着鬼子服啊 请不是花钱找军收吗 最后呀 在众人的指责和美女心警的劝说下呀 小伙子同意换一套正常点的衣服 不清楚小伙子是因为亲日 孩子仅仅为了吸引眼球 才这样着装 无论是哪种情况 在中国景区 不尊重中国人民的感情啊 都会受到国人的谴责和抵制 为什么小粉红口中的中国人民的感情 那么容易被伤害 你们是婴儿吗 你们的心怎么这么的脆弱无比呀 我们接着干下去 同志们好啊 最近网上博士有一个热搜嘛 说杭州西湖一名男子穿一类式军装 被他抓了 我就是那名当事人 我就是那名男子 我用这个视频 就给大家澄清一下 先给大家看一下这套军装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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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从正面很容易分辨 他就是麦尔曾尼的六五师啊 但他那个拍摄角度 明眼就是想保对立嘛 明眼就是想赚这波热度 吃人血馒头 不要上了他们的当 同志们 嗯 也希望不要去抨击警察同志 他同志态度非常好 非常诚恳 就只是去核实了一下身份 没有把我怎么样 没有把我送进秦城 也没有给我放什么敷鸣器 不让我睡觉 对不对 只是核查了一下身份 希望同志们先了解事实 实实求是 然后本人做个声明 本人是一位爱党爱国爱人民 你了解党史国情的一位 呃 反正不能吃汉奸就对了 不能吃日本人的走狗就对了 你先看待 你先看待 我是毛主席的好战士 为什么穿这套军装呢 就是当时 不能去杭州旅游嘛 就想的去尊来纪念馆 还有那个 侵害革命纪念馆 还有那个 杭州共产党历史纪念馆 看一眼 我主观上的思想 就是 我就想穿一个正式一点的服装 去缅怀一下 没想到 大水冲了龙王庙 当然也能理解 从以前到现在 乃至将来 都会是一个民感时期 嗯 没有办法的是 希望同志们理性冲浪 不要被这些 无良媒体 无良营销号 避用了 营销号 这种无良媒体 连都不要了 就光要个热度流量 不要称全它们 不要上头哈 不要上头 不要走 魔鬼独义的条 好了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小粉很明显 就是他还没出过社会 聚嫩的脸庞 还没有被社会铁拳主义毒打 所以啊 坚信学校里面 跟共产党写的历史 跟你说啊 铁拳不是不到啊 时候未到啊 但它总会到来的 而且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很好笑 他说警察没把握怎么样 但重点是 警察是不是跟着 其他人跟你一起劝退 叫你把这套衣服给换了 对不对 与情与理 与法理都没错 但是警察也知道他没有法 但他还是叫你换了 我就问当下如果你不换 会怎么样 这个可能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对吧 那还有另外一条影片是什么呢 有一群中国留学生在5月9号 参加了他罢国胜利日的活动 现场举了中共国的国旗 跟他罢国的国旗 简单跟大家科普一下胜利日 胜利日是1945年5月8号 德国与苏联签订的投降日期 而他罢国因为时差的关系 所以把胜利日定为5月9号 这天也被称作伟大的卫国战争 那先说说1945年的5月9号 这天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有什么关系啊 这是二战的欧洲战场 而亚洲战场的日本 是在1945年的8月15号才投降 你要庆祝也庆祝8月15号吧 你真的把自己当成爸爸国的国民啊 看看你们以前的领土海生威 是怎么破坏当地的华人 满洲人跟朝鲜族 导致现在该地方啊 再无当11800年以后 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后代 说到这个 你们就开始在装虾 所以我一直在强调 我不用跟粉红讲道理 推上最新火爆视频 几名中国留学生 在莫斯科街头 参加胜利日活动 挥舞俄国伙企 表达对折的支持 期望获得对方的认同 路过的俄罗斯人 则是一年冷漠 太尴尬了 这样算不算辱华 这样其实也算辱华 但是你们不敢说他辱华 因为他是你爸 对吧 我们可以看到本地人 根本无动于衷 先想这群傻逼哪来的 这群林天天阿强哥哪来的 好啦今天暖心影片到最后结束 喜欢记得订阅 不想记得一定要把我封锁 我是八九小见啦 掰